圆短短厚厚的一片 绕进去贴 好 滑过来 注意张开了以后马上就收紧 里面这个短横通常是微翘 翘上去 而且有落差 这边长这边短 歪过来以后整片弹上去 左边 右边有点弧度 有点弧度就在扭一下 琴 像一个锥子一样 面无表情 很冷的感觉 短 这里进来是用一横 一般人都会跳上去 果然有空前不是一般人 不跳上去就有点卡住了危机 这边圆劲 有点收进来的感觉 往上围翘 往上围翘 左边伸很长 右边很短 撇很直硬 然后这个点稍微长一点 把字给压下来 撑住 短横 写上去 直画 有点弧度 瘦 左边长 右边短 撇 拉得很长 日 写得很窄 收得很细 有点弧度 写上去 平一点 然后这个耳朵盘 也是他奇怪的地方 这个耳朵盘上面很大 到这里并没有出风 下面也比较小 一般人书法家写这边的时候 都会下面大 上面小 不愧我扭公权 跟人家不太一样 好 下笔不离一点 那拉下来的时候 记住笔画一定有膨胀收缩的感觉 不要写成一条硬硬的钢条 要粗细 臂 臂上去滑回来 滑下来 斜上去折进来 有个弧度 好 左边伸出去 右边短短的 臂 好 这个一样滑下来 拉长 左边往内集中 这个笔画写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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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 然后后面有骨头 点一下 中间这一树又是关键的 柳公权这个树都很圆劲 虽然质感像钢条 可是又有粗细 会 会起比圆转 瘦瘦硬硬的 那这个纳又把它纳成一个点 把它逆上去 往内收缩 张开 折下来 还是往内收缩 往内收缩 是它的绝招 好 日也是略有点拱起来往内收缩的弧度 鞋上去 鞋上去 日 会